大家好我是迈克 今天给大伙来继续介绍赛斯书 梦魇话语价值完成的第二卷的第912节 那这一节呢是1980年4月30日 星期三晚上9点4分开始的 开始很简单 他说真的昨天晚上打完了他的这个 我的真的神的第15章 这是真自己写的一个诗集 那一章呢实际上包含了 他在1978年7月写的一首长诗 心灵的这个宣言 而我将第一段呢 在个人与群体实际上本质里面 放在前沿里头了 这只是一个简单的概述 那现在呢赛斯就过来了 赛斯就开始介绍他的这个 这本书的正式的内容 赛斯再次强调 他说再一次的强调 基因系统是比一般我们所假定的 还要开放的多的一个系统 就基因系统 它是开放不封闭的 它是跟外界环境是一直在有交互的 基因系统不只包含了传达资讯 它也对来自于物质和文化世界 这两方面的资讯都有反应 它不是只是来传递资料的 它也会对那些外在的环境 包括物质的环境和文化的精神的这种反应 这种刺激也会起反应 然后呢 他说那么我想解释 基因系统是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呢 也对在任何既定文明里 最重要的那些信念和事件起反应 他说他还对那些我们人文明社会里的那些 发生的重要的事件和我们人类所持的那些信念 都会起反应 所以说我们什么样的信念会在肉体上 或者在生物层上 会直接改变我们人类的生物型的结构 和这个所谓在人文明上的这些重要的事件呢 它是能够启动基因的活动 它不只透过比如说化学反应 它的这种反应不只是化学的 也透过整个世界的安全 或者是缺乏安全 之个人和集体的信念 对基因产生反应 就是我们生活在一个社会里头 我们的个体 或者是我们的整个群体 是感觉到安全 还是感觉到不安全 这两种的内在的感受 这种主观的感受 都会对我们的基因系统造成影响 不安全它会有激发一些新的基因突变 来适应这种不安全的社会环境 如果它觉得安全 它就会刺激或者是激发另外一种基因的改变 来适应或者让这种安全的环境下 怎么来适应它的生活 也有我们称之为基因性的这样的梦的东西 就有一种梦叫基因性的梦 它跟别的梦不一样 那是直接被基因启动所激发的 就这种梦是因为基因的一些改变 所激发出来的梦 它叫基因性的梦 这些有助于形成以及指导意识 当它在出生前 存在于任何既定个人里的时候 它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当你的基因发生改变之前 就是你的基因要改变了 这个时候呢 这个基因要突变了 但这个基因突变可能会产生一些变化 但是在这个变化产生之前 它就会给你一些梦境的里面的一些提示 或者一些准备 让你可以迎接这种基因变化 所带来的这种生理上的 或者是这种外在的身体上的变化 它会提前给你准备的 那这样的一种梦 需要在梦里准备 这样的一种梦叫基因性的梦 比如说 他说胎儿就会做这种基因性的梦 当其肉体生长在子宫里的时候 发生的时候 它其意识的形成 也被基因性的梦所伸展 这块稍微有一点点难度 你要能理解 就是我们的小baby 在母亲的子宫里生长发育的时候 它的这个意识要形成 是因为它的基因会 这个基因会突变 这个基因突变之前 它会预先通过这种基因性的梦 来告诉你说 你的大脑要形成了 你的大脑会思考 但是这时候大脑还没形成 这个婴儿还没有发育 一种大脑出来之前 它在这个基因上的梦里头 就开始跟你做准备了 然后呢 这时候呢 你就会做梦 而这个跟我们的科学家的研究 是完全不同的 科学家认为 人只有有了大脑才会做梦 科学家认为 梦是大脑的一些 额外的或者是 无意识的活动 造成了我们的梦 这是科学家的理解 而赛斯在这里头告诉你是 不是的 你的意识是先于大脑产生的 而且在你意识产生的过程中 这个意识性的梦 是起了关键性的作用的 如果没有这种意识 不是说 就是基因性的这种梦 如果没有在你大脑形成之前 先训练你对意识的熟悉和运用的话 你的这个大脑这个细胞 是没有办法激活的 你是不会用它的 并不像科学家认为是的 先有了脑细胞 然后人类才有了意识 正好反过来 是人类的意识去激活这些脑细胞 告诉他们怎么去运作 怎么去应用 这两是我们跟我们的科学 是完全是颠倒过来的 他说这些特殊的胎尔 取向的梦是最难描述的 他说这些胎尔的梦是很难讲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连大脑还没有 他没有大脑 所以我们就跟我们人类的理解又不一样 因为他们真的涉及了 个人意识的轮廓限制形成 它是形成人类意识的这个脉络的 轮廓限就是一个脉络 或者一个框架的 或者是人类意识的一个范围 不是人类 就这个个体意识的一个范围 就是轮廓限 就是它的外在的外围 就整个的框架都有 这样的一种基于基因的梦 提供了主观的理解 它提供的是人对自己的主观的理解 意识的主观 这种主观的理解 就会让思维由之发展 我们的思维就是由这种基因性的梦 发展出来的 以那样的一种说法 在脑子本身完全形成之前 完整的思想就是可能的 就在大脑没有完全成形之前 就有完整的思想了 这个跟科学家的理解是不一样的 就是说思维的过程 有助于将脑子带入活动 而非其反面 他这整个这段话说的 都是相当热切的 就是这个塞斯是很激动的 很兴奋的 这一点我们记住 跟我们的理解是不同的 不是大脑形成了意识 是意识形成了大脑 把大脑带入活动 用它的原话来说 不能叫形成大脑 这种思维 是向形成他们自己的磁铁的电流模式 他这里举了一个例子 我们都知道看过那些 那个很大的那种 废弃汽车厂 他把一个汽车 直接 废弃汽车 直接雕起来 直接给它粉碎 他叼这个废弃汽车的时候 因为这个时候 他不可能再派人 给他用什么挂钩 铁链 再把这个不用 他用一个特别大的吸铁石 一个磁铁 把他车吸起来 从一堆废铜烂铁里 把这个车吸起来 然后再扔到另外一个地方 把它粉碎 而这个吸铁的 这种 这个吸铁的东西 用的就是电 这个我们科学家早就知道了 在线圈里 如果通上电 它就会带有磁性 我们今天用的很多很多东西 这个磁都是这么产生的 都是这么产生的 所以说给线圈通电 就会产生磁场 它就会形成磁铁 这里头 他用这个东西举例子 他想告诉我们是说什么 就说这个磁性是因为电流才产生 这个磁铁的磁性 这种磁铁 不是那种天然的磁铁 就这种基于电磁的驱动的磁铁 是因为有了电流才有磁性 他就来比喻说 是我们人类先有了思维和意识 才有了大脑 他就想告诉你是这个 在胎儿里已经出现了形成概念的能力了 胎儿里头已经有形成概念了 形成观念的能力 而胎儿的确会形成观念 他观念就是什么 有自己的想法了 而那个观念形成之精确取向 以及思维模式之精确取向 等待着出生后 来自父母以及环境的某些具体的出发 但观念形成以及思维的过程 则已经建立了 这个建立发生在基因性的梦里面 在胎儿的基因性的梦里面 所以说你听懂他的这个意思了吗 就是在这个胎儿出生之前 他的整套的思维模式 他的整套的大脑的运作的机制 都已经完成了 只不过等待着出生以后 到了我们这个物质世界 在他的父母和他的外在环境的刺激下 再把他一个一个的激发出来 就等待着这些具体事件的出发 但是他已经准备好了 他已经有了 这个跟我们认为的是出生以后 在环境和外在父母 这个物质环境 这个方面刺激 我们人类才有了自己的意识和思想 是完全相反的 这个外在环境只不过是一个触发的过程 婴儿早在他们能说话之前 他就能思想了 思维必须先于语言而来 而语言是思维的侍女 他说这个先有思维 后有语言 这个很好理解 就是我们很多人不理解的地方 就在这 就是我们分不清 这中间的这个向后顺序 语言只能是你思维的这个侍女 这个我们好理解 我们运用语言的能力 是透过精确的取向 而基因性的一个生成的 连我们的语言 都是基因性的生成的 他加了一个透过精确的取向 什么叫精确的取向 在哪里做精确的取向 在我们的基因梦里头做精确的取向 并且再一次的基因性 以父母的母语实质来启动 每个人的语言都需要他父母的母语 来帮他启动 但是在启动之前 他的这个语言的能力 已经透过基因性的方式 写在了他的细胞当中 我们用大白话来说 这个小孩生出来就会说母语 不是生出来就会说母语 就是长大以后会说母语 是他在基因里头内置了 他内置了这个能力 所以说他在母语的激发下 他自动的就会 把他已经内置好的这种基因的属性 给他激发出来 包括他的声带的发育 他的口腔舌头 每一个肌肉的协调和运作 其实都是在他的基因层面上 都已经做了预设 而且经过了丰富的训练 这个精确的取向 就是经过丰富的训练 只不过这个训练是在梦中完成的 我们没有意识到 没有意识到 所以说我们就很奇怪说 这个小朋友你看 他生出来 一般来说小孩子在一岁左右就会讲话 晚一点的一岁零几个月 早一点的十个月十一个月 很早就会讲 晚一点的可能到十三五十五个月 一般都会讲 那这些小孩他开始讲话 然后到他开始可以正常的流利的表达的时间 大概需要多久呢 基本上一个三岁的孩子就可以正常的表达他想表达的东西了 这中间大概也就用我们人类的语言来说 可能也就两年左右不到这时间 就一岁多一点 一直到两三岁 他就可以表达他的东西了 对吧 就可以像做正常的 简单的 你看那个外国小朋友吵架 哪生哪气的 说着英语在吵架 等等是一样的 你说这有什么了不起 可是你想想 你学一门外语学了多少年 那你有没有一个三岁孩子 他说他的母语说得那么好 好 你说可以 那四岁呢 五岁呢 所以说小孩学语言 为什么那么快 很多人不能理解 就是现在科学家不太理解 所以为什么 他能知道这个现象 他也知道要学语言 是有一个关键的创考期 但是他不理解为什么 赛斯就把这个为什么 跟你说清楚了 是他有内置的 你说未置了 为什么内置了他父母的母语呢 因为他是有他父母的基因的影响 他的基因就来自于他父母 所以说他父母的母语 自动的会编写到他的基因的这里头 在他的基因梦的这里头 经过练习和学习 他就在他的思维层面 或者意识层面上 已经内置了张口说话的能力 只不过他需要在外在的环境 在母亲或者父亲 或者这个母语环境下 不断的刺激他 他就会激发他 已经在梦中练习了无数次的这种 运用舌头声带气息 这样的一个自动的能力 儿童们早就在实质说出语言之前 就已在心理心智上学习过了 在开口说话之前已经学过了 但是再次的在基因性启动的这个梦里面 婴儿练习语言 可是在这种婴儿听见父母说话之前 他们是以心电感应沟通的 在父母在用语言之前 他们是通过心电感应的 甚至在婴儿里头 基因性的梦也涉及了语言密码以及诠释 他还有很复杂的语言的密码化以及诠释 那些梦本身引发 带来自己实相所必须的实质性的构成 就那些基因梦会带来他 在我们这个物质上 物质实相里头必须的实质上的构成 什么叫必须的实质性 就是我们每个人都要会讲话 这是我们人类的一个必须的实质性的 这是我们的人类的能力 至于说哪种语言和哪个母语 这都是根据他所投生的这个环境所决定的 但是这个能力是具备的 而这个能力是怎么激发的呢 他需要通过基因性的梦 这个梦不仅交给他说话 还交给他语言的密码化 还有诠释 什么叫语言的这个密码化呢 这个语言和它的意义之间 就是我们想表达一个意思 然后它的意思和语言之间 它是 怎么来跟你讲 就是它是有这种心电感应在中间起作用 它是心电感应的一种外在表现形式 换句话说 它不需要像我们人理解的那样 像上学以后 学习了每一个单词或者每一个字的意思 然后再把这个意思再组合 再形成句子 在表达 我们的人学语言不是这么学的 你看一个小朋友或者一个婴儿从不会到开始说话 它的那个发展是突飞猛进的 而这个过程本身 它不是通过我们理解的那种 从过词句段落这样一步一步的演化过来的 它不是这样学的 换句话说 它对语言的这个意义的理解是通过类似于在心电感应的这个基础上 做了一个声音的一个编码 这种声音编码在很多母亲和孩子之间 他们是心有灵犀的 如果带过孩子的家长都会知道 尤其是母亲 父亲和他差一点 这个孩子他一哼哼啊 或者一发出一些奇奇怪怪的声音 妈妈就知道他要干嘛 那个声音在别人听来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但是他的妈妈就明白他要干什么 这样的 我用这个来解释这个语言的密码的意思 它是有一定的密码化的 至于说他跟他妈妈怎么形成了这样的一种心电感应的模式 那是另外一回事 所以我就跟你讲 这语言的密码以及它的诠释 那到后来呢 他就越来越就不依赖于这种声音了 但是他会有更其他的表示 对 但是他同样的啊 对一个语言的这个诠释和理解 他都是要有一个 怎么说 在梦中学习的过程 在梦中学习的过程 这个逃脱了我们一般人的注意 他说中你一生 一种或另一种的基因性的梦 它仍在延续 仍在持续 不论你是否有意识的觉察到 他的说 他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除了在婴儿期以外 在你长大成人以后 你还会做一种或者另外一种基因性的梦 他这种基因性的梦 不是指在你的婴儿时期 在子宫里面 或者是刚刚出生的婴儿里头会有 成人了以后 我们这一辈子 伴随我们这一生 都会有这种基因性的梦 然后你会说 我们都学会了语言了 我们都学会这些东西了 那我们还会要这些基因性的梦干什么呢 他告诉你 他说这些基因性的梦 他们是在你们所谓的人的进化里头 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的 他说这种基因性的梦 在人的进化 他打了个引号 就是所谓的人的进化 其实没有人的进化 但是我们人类就认为会有人的进化 他就姑且说 按照你们人类的说法 你们人类是进化的 他说 就在你们所谓的这个人的进化里头 这个基因性的梦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怎么扮演呢 他们这种基因性的梦 就是先前我们提到过的 让人去因为觅食而迁徙 就是在远古时期 在早期很早期的人类的时候 我们那时候是通过梦 来获得了 或者在那个梦的世界里头 获得了哪里有食物 我们人类必须得迁徙到哪里去 然后在梦里头 给他指引了方向 领他去肥沃之地的 那些梦的源头 它是那些梦的源头 这种基因性的梦 他在那个远古时期 指引了我们远古人类的 一个发展文明的繁衍 他说这些基因性的梦 是那些梦的源头 它更原始一些 他们那些梦 与在物质世界里的生存 有着极密切的关系 我们人类想在物质世界里生存 离不开这种基因性的梦 而不论何时 当那个生存模式 当那个生存仿佛受到威胁的时候 这种梦就会尽可能的 生到意识层面上 他说那个梦一般都是隐藏的 隐含的 就像你不会记得 你在梦中怎么学会说话的 这个你是记不得的 它是隐藏的 但是如果当人类的生存 受到了威胁的时候 就像远古时期 人类如果不迁徙 不找到肥沃的土地 肥沃的地方的时候 人就会没法生存的时候 他就会给在梦中给你指引 是一个道理 他这个也是 当你的人类的生存 受到威胁的时候 他就会从无意识层面上 浮现到有意识层面上 你就会做这样的梦 给你一些指示 他说基因性的梦 是预警饥荒和战争的梦 它进一步展示 揭示 什么意思呢 他说这种基因性的梦 在人类需要大的生存挑战的时候 比如战争 比如饥荒的时候 他就会给这种梦浮现出来 从无意识层面上浮现到你能意识到的层面上 不过这种梦 在你们自己的时代 也常可以出发 他说在你们这个 没有饥荒 没有战争的那个年代 这种梦可以出发吗 他说也可以出发 什么时候会出发呢 当你的意识心确信 人类的存活受到威胁的时候 记住 是你的意识心确信 而不是真正的受到了威胁 这有本质的不同 就是你觉得人类受到了威胁了 而在这种例子里头 那些梦 于是真的代表了人的恐惧 会有这样子的 有人会做那种末世来临的梦 或者说大饥荒 什么大灾难 大文艺等等 这个是什么 这个不是说世界到了那个地步了 是你过于焦虑了 就是起人忧天的那种方式 你对未来过于的担忧 你自己把自己给吓着了 在这种情况下 他就会触发这种梦 因为梦他分不清楚 这个外界真的是这种紧张的局面了 还是 还是你自己认为是到了 但是他总是 不论外界环境是真实的 还是你认为的 他都是以你的意识心的判断为准的 那么过度的忧虑能令基因系统混淆 并且以种种不同的方式 这时候他就指出了我们人类会犯的一个错误 就是我们过度的焦虑会让你的基因系统出现紊乱 会激发一些根本不必要的一些突变或变异 为什么呢 因为没有真正的危险 是你认为你对未来的判断 你觉得可能是这样子 所以说这时候呢 不要过度的忧虑 过度的对未来的担心 否则会扰乱你基因的正常工作 他只对真实的这种起反应 可是你天天的担心 他就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 他就可以产生变化了 每一个种族的存在都是依赖信任的 每一个物种都是依赖信任而存在的 这的确是一种生物性的一种乐观 他说这种信任 就是每一个物种能存续下去 能够存在 它都依赖于信任 什么信任 对周围环境的信任 对其他物种的信任 对这个大自然的信任 这种信任是发自内心的一种信任 如果没有这个信任 这个物种就发展不下去 它会有一种天然的生物性的乐观 这是必然的 而在其中 每个物种都能感到自由而安全的发展 其成员的潜能 在存在的自然架构之内 他都可以做到这些 在他存在的自然架构之内 每一个物种都可以发挥 每一个成员的 其能力和潜能 而对这种 他是完全的相信的 他是信任这个大自然的 而在这种情况下 个别成员的过度忧虑 会扰乱这个信任的产生 会打乱这个基因 在这种正常的信任前提下 一个正常的发展 因为某些个别人的过度的忧虑 会导致不应该出现的基因突变出现了 所以说 每个族类进入存在的时候 不止对自己的有效性 感到了一种天然的内在的信赖 并且还被自己应付环境的能力 的勃勃生机所实际推动 他说这个 每个物种 进入我们的这个物质世界存在的时候 不仅是对自己的有效感觉 有效性 什么叫有效性 就是自己能动能走 能去操纵这个物质环境 能跑能跳 能吃能喝 对这种有效性 感受一种天然的内在的信赖 他从来不会担心这个问题 他从来不用想我吃完之后 我的胃怎么消化 我的肠子怎么吸取营养 他只知道自己饿了 需要填饱肚子 剩下的事情他就不用想了 等等 我举的这一系列的例子 都想告诉你 我们对自然的这种天然信赖是正常的 还对我们应付环境的那个能力的勃勃生机所推动 我们会很神奇于自己 在这样的一个物质环境里 居然可以生活得很好 我们可以做出各种创造性的行动来 这种创造性让自己 在这个环境的适应中 感到了自己都感到了这个非常的神奇 会更加这个实际的推动 指的是更加增强了他对自己的和信心 对自己和自然的信心 每个物种都知道在生命的结构里头 它是独特的适用于其位的 他知道他各归其位的 自然界里自然会有它的位置 所有的物种的年轻分子都展示出一种无法抑制的放姿 这个放姿它只只放纵和韧性 就是任何物种的年轻的那个分子 就是他在他的这个小的时候 他都会放纵韧性 而那个放姿是与生俱来的 把它画起来 所以说你的孩子在十几岁的时候 在表现出他的那种反叛精神 那种放任 那种放纵 那种不管不顾 是与生俱来的 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物种都有的特性 你非要把它抹杀 让它规规矩矩的坐在那 像一个老学就那样 每天学习十几个小时 那你就是在磨灭 在抹杀它的人性 在泯灭它的人性 你看完赛斯这段话 你把这句话画下来 是与生俱来的 所有的物种都有的 不只是人 所以说你看那些小猫小狗 小动物一样的 特别的活跃 特别的精力无限 它可以不停的玩 不停的闹 为什么 这是与生俱来的 大自然就是这么设计的 你不要问为什么 它就是这样子 但只有这样子 它的生物才能延续 生物性才能延续 这个物种才能存在 如果它在这个时候都死气沉沉的 那完了 我们现在的这个社会 就步入到这样的一种可怕的局面 年轻人不像年轻人 没有了这种放纵和任性 我们通过一系列的系统的教育 和社会的压力的传导 从父母这一辈的焦虑 一直传到子女这一辈的焦虑 让我们在很小的时候 就背上了他那个年龄 不需要背负的压力 考一个好学校 上一个好大学 然后找一个好工作 等等等等 可是他才十岁啊 他才八岁啊 他知道这些概念是什么意思吗 然后家长说 你不知道没关系 我知道 咱们不能输在起跑线上 咱们现在是跟所有人在竞争 可是他还是一个孩子 放纵和任性是他的本性 可是你用强有力的措施 把他生生的给他搬过来 有效吗 有效 就像前面讲的 外在的环境 对他的基因也会有变化 那有效的结果是什么 结果的是 就是这些年轻人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 那个未老先衰 就是20岁就有了30岁的心态 30岁有了50岁的心态 所有的事情都是 精于计划和算计 没有了任何的放纵 没有了任何的敢打敢拼的劲头 以前的年轻人 可以随便的去 抛开家庭 就是父母所在的地方 去远方去打工 去创业 年轻人没有钱 没有钱也敢去创业 马云等等 我就不说他的人 其他人都多的是 几万块钱 几个年轻人凑几万块钱 或者借几万块钱 就可以创业 我们这个故事里 就是我们这个学习的 这个团体里头 有一个新加坡的 这个叫Angel的 对不对 从500块钱开始 500块钱人民币 就敢去开一个美容美发店 在他大概18岁的时候 还是17岁的时候 记不得了 18岁的时候 他就敢这么干 500块钱 你觉得这简直不可思议 就这么不可思议 所以我说这段话 是看到我们现在社会的 这个现象 希望在座的 如果有家长的 能够给孩子松绑 不要再把孩子套上了龙头 把那个马的龙头 那个马嚼子 给孩子早早的就套上 他现在就应该是 像一个小马军一样的 在大自然中纵承驰骋 放纵而任性 对吧 其实这句话 我们在古代的诗文里头 早就说过 苏是在他著名的那个诗词里头 老夫疗发少年狂 左千黄右勤仓 千计卷平刚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气魄 一个老年人头发苍白 年轻人非常的狂妄 狂野 白发苍苍的老人 和狂野的少年 一手牵着狗 一手擒着鹰 一手拉着狗 一手牵着鹰 干嘛 去打猎 呼呼啦啦的 几千人几百人 去荒野上去打猎 那种阵仗 那种少年 英气勃发的状态 你可以想象一下 是何等的畅快淋漓 这就是少年 应该有的样子 少年就是他少年的样子 说到这儿 我就其实多说了几句 我是看到了 现在的社会的现象 我别人 咱们也没办法 只能说听到 这些资料的家长们 能够真正的反思一下 看看这个宇宙和大自然 最本质的样子 在人年少的时候 就是要轻狂 就是要放纵 就是要任性 这是他那个年龄段 他的那个阶段 应该有的样子 然后带着强调 同时发誓 我坐在这个沙发上 写下面这个赛斯资料的时候 他那个猫比例 还位移在他的左肘边 他因为说到了这块 他就说到了动物 动物们知道自己的生命 清楚地说明了生命的意义 他说动物们知道 他的生命的意义 就通过他生命来表达 如果你问一个动物 他的生命的意义是什么 假设他能说话 他就会告诉你 我生命的意义 就是把我的生命活好 就这么简单 我的生命 就是我的生命的意义 他就把这句话说的 就这个意思 动物们知道 他自己的生命 清楚地说明了生命的意义 就他生命存在的状态 他这个生命的样子 他活着的样子 就是生命的意义 没了 他们感知到他们与其他所有生命形态的关系 他们知道他在自然界中的位置和关系 他们知道在星球的存在的架构里头 他们的存在是极其重要的 在整个地球的大的生态环境里头 每一个生命都知道自己的重要性 各当其职 各归其位 除此之外 他们与他们内在的生物精神 如此的充分 以及完全的认同 这个生命精神 就是spirits of life 这个你翻译成什么都可以 但是无所谓 生命精神就可以说 生命的灵性 或者是生命的本质 都可以 就是这些动物 跟他们内在的生物的灵性 生命的灵性 或者生命的精神 精神性 他们是完全认同和充分的了解的 以至于去质疑 其意义都会变得不可思想 不可想象 因为他对自己内在的 这个灵性的生命的本质 有着完全的认可和认同 这个时候连去质疑说 我生命的意义是什么 都是不能想象的事情 因为他是对灵性的本质如此的认同 他怎么会问这种问题呢 他说不可想象 并非因为这种生物不能思考 不是说他不会思考 他在不想象 而是因为生命的意义 对于他们而言 是如此的不正自明 对他来说 这不用这不用问 这是 这如此的明显的问题 还用问吗 这他们来说不用问 只有人会问这种问题 停顿良久 他不论何时 当人相信生命是无意义的时候 不论何时 当他感觉到价值完成是不可能的时候 或的确是不存在的 那么他颠覆了他的基因传承 赛斯画风一转 他想说的是什么 对于其他的动物来说 是他的生命的意义 就在于他的生命本身 对于我们人来说 也是一样的 也是一样的 就是你不用去追问你生命的意义 你生命的意义就在于你生命的本身 你的存在就是这个意义本质 这个意义的本身 就这么简单 可是如果你说这不叫生命的意义 你说这不是 你非要再去找一个生命的意义 或者说你认为这不是生命的意义 生命是没有意义的话 你会发生什么下的后果 你会发生 你在颠覆了基因的传承 就是你在直接 跟你的生命的物质性的结构 或者生物性的结构 产生了对抗 你在否认你生命的本质的那种生物性的 从生物性上就否认了他的本质的存在 他叫他颠覆了基因的传承 为什么呢 他接着说 如果这个人怀疑他生命的是没有意义的 或者他觉得价值完成他是做不到的 那他将自己生命的意义分开了 就他把自己和自己生命的意义分开了 他要从外面再找一个生命的意义 他不知道他自己的存在 就是这个生命的意义 他不认为 他还需要再找一个意义 那这时候就完了 他就跟自己的意义生命 他把自己和生命的意义分开了 他觉得内心空空如也 那他找不到啊 生命的意义就是他自己的存在 可是他不承认 他否认这一点 那他就找不到了 所以他空空如也 他说世代以来 人们将信 望 爱 附在已建立的宗教信仰之上 他说无数世纪以来 这几千年以来 人们把这种信 望 爱 附着在宗教信仰上 而我们都做反了 我们正确的做法 就是我们相反应该怎样呢 相反这些是基因的属性 而不是宗教的属性 是受灵魂在肉体内 不可分的统一的启发 以及促进 他说信 望 爱 是你基因的本来的属性啊 这个信 望 这是基督教的一个说法 我就不展开说了 学过基督教你都知道 就是天生的信任 就本源的相信 望就是这种对生命 或者对未来的这个热望和渴望 爱就是这个无条件的爱 就是他用信望爱来代表了什么 来代表了我们人生的意义 他说我们人类容易把人生的意义 或者生命的意义放在宗教上头 他说其实你怎么不知道 你这个生命的意义 这个信望爱 它不是宗教上的 它是你基因的属性啊 每个人生出来就带的呀 大自然就天生了 赋予你的这种信望爱的本质啊 只不过宗教假借自然之明 把它给剽窃 窃取走了 然后让你觉得 哦 我有信望爱 好像是宗教唤起了我的信望爱 我对这个宗教更加的感兴趣 它唤醒了我内心的东西 其实这个东西是每个人本来就有的东西 这是基因传承上里的东西 说动物也与你们一样熟悉信望爱 而常常在自己的存在架构里 示范它到一个更好的程度 说动物也知道信望爱啊 它这个信跟我们人的信可能不一样 望和爱都不太一样 但是它比我们活得更纯粹 更彻底 它更能在它的生命中 更好地展现信望爱的真实的面貌 而我们人类反而不如动物在这方面做得好 任何提倡生命是无意义的哲学 都具有生物上的危险性 它提倡了直接阻碍因活动的 它直接阻碍了基因活动的绝望感 我们先停下来 就这种哲学在社会上有很多很多 比如说我们的科学是是不是认为生命是没有意义的 对啊 它认为人死如灯灭 一了百了 那你这就几十年 有什么意义呢 对吧 很多其他的宗教也否定了生命的意义 比如说一些极端的宗教 就认为我们这个物质世界都是虚空的 是没有意义的 包括一些 一些身心灵的教育 被扭曲的教育 我指的是被扭曲的教育 不是他原本的意思 他也认为这个三维世界是没有意义的 认为小我是病毒 头脑思考都是病毒 这三维世界都是应该完全抛弃的 这种就是否定了生命的意义 这里赛斯就特意把这些事情提出来 这种否定生命意义的 不论什么样的学说 不论是哪种宗教 哪种哲学 哪种身心灵打着身心灵的旗号 哪种打着新时代旗号的 你都应该能一眼看出来它 只要它否定了生命的意义 你就不用再往下听了 你就直接关掉它就行了 这块我就再次强调 这种哲学在创造上是极端不利的 因为他们挫折了创造力本身 尤其付出的快乐的心情 精神的活力以及游戏感 这里头就回到了很多人想问的问题 那既然赛斯也说 那这个世界都是幻象 这个世界都是伪装 那这个世界不是真实的 都是我们的创造出来的 等等这一切 赛斯也是这么认为 那这里头他为什么又说 凡是否定这种幻象 否定这个世界 这个生命的意义 否定三维世界存在的东西 是不对的呢 这个里头这个区别到底在哪呢 对吧 你也是认为是幻象 人家认为是幻象 那幻象我们就应该把他摒弃啊 把他抛弃啊 你围着幻象 你在干什么呢 你在折腾傻呢 你围着一堆净花水月龙水中楼台 你在干嘛呢 你不应该抛弃他去追求那个所谓的大道和真理吗 这是很多人不理解的地方 说那人家说的没错呀 那人家说你这些当然是越早抛开他越好 对不对 然后赛斯来告诉你为什么 他的问题出在哪 出在 他抹杀了创造力本身 他抹杀了创造力的快活的心情 精神的活力和游戏感 你能理解他的意思吗 就是说 这个世界是不是真实的 不重要 重要的是 你失去了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里头 不论它是幻影 还是不是幻影 但是你的创造是真实的 你能理解我的意思吗 不在于你创造出来的东西是不是真实的 也不在于你所在的这个环境是不是真实的 真实的是什么 真实的是你在创造 对不对 你哪怕创造了一个虚拟环境 VR环境 哪怕创造了一个网络的虚拟空间 你哪怕创造了一个真实的三维世界 你盖了一个房子 所有的这些创造 本身是真实的 这个能理解吗 你不要纠结于说这个创造物本身 或者是这个创造的环境本身 这些都不重要 而你 如果否认了生命的意义 你说这些都是假的 我们就不要去创造了 那这个时候 你就否认了创造本身 它最根本的那些东西 创造本身最根本的是什么东西 是快乐呀 是喜悦呀 是狂喜呀 是有了精神的活力呀 当你每天早上起来 想到你要去创造一个东西 你要创造心灵家园 你要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的时候 你的浑身都是有劲的呀 你把这个东西整没了 那你是不是就舍本求没了 就是他说了吧 游戏感你也搞没了 换句话说 我们明明知道 这是一个虚假的世界 这是一个幻象 这是一个幻象 我们但是就在这里的玩 我们玩得很认真 我们都很开心 都很快乐 目的不就达到了吗 你说不对 这是假的 这是幻象 这是泡影 我们应该在真的地方去玩 如果你还有什么地方是假 什么地方是真 那乖乖 那你还没有 那你还离得很远 你离灵性学习还离得很远 为什么 你所认为的这边是假 那边是真 等你真的到了那边 你才发现 那边跟这边一样的假 你也可以说 那边跟这边一样的真 一样的 你到了那边 还是要去创造 还是要去体验 还是要快乐的生活 还是要美好的心情 还是要每天精神饱满 这不是一个道理吗 你否认了这个 你说那我们换一个地儿 这地儿不对 这就是假的 我们换一个真实的地儿 那就有意思了 对吧 那我就举个例子 我这举例子 你就明白了 对吧 我们小的时候 小朋友在一块玩游戏 我当医生 我当护士 你当什么 玩过家家 对不对 我们叫 台湾人叫家家 叫什么 叫过家家酒 咱们国内叫过家家 我们小时候都玩游戏 玩的不亦乐乎 对吧 但是家长会说 你们这些小孩玩过家家的 这根本不当回事 对吧 他觉得你那是个游戏 对吧 好了 等小孩长大了 发现 那确实是游戏 我们应该玩真的 我应该真的找个工作 真的去当个护士 真的去做一些事情 或者是怎么怎么样 然后他就觉得 长大以后的承认世界是真的 他觉得这个三维世界的 这才是真的 有真的钱 真的钱可以出去真的买东西 不像小时候拿张纸 花一个钱 那个真的买不了东西 只能在游戏 在他们那个小孩的游戏里买东西 可是 你从一个游戏 到了另外一个高级的游戏 你觉得那个是低级的 这是高级的 或者那个是假的 这个是真的 可是我们现在学习了灵性之后 学习 原来这也是一个环境 这也不是真实的 对吧 当你学了 你值得更好的生活 当你进入架构二的话 哪怕你只进入那么一刹那 哪怕你只进入那么一会儿 哪怕在你生命中 只发生了那么几次神奇的事件 也会让你突然醒悟到 这个世界原来不是一个客观的世界 原来这个世界就是一个主观的世界 完全都是静随心转 向游心生的 原来这一切都是假的 这一切都是由我的心境投射出来的 由我的信念投射出来的 我不给它灌注能量 它就消失了 我给什么灌注能量 什么就发生了 那你会说 哦 那这个又是假的 另外那个是真 哪个是真的 哦 原来能量和信念模式才是真 我只要有信念模式 只要给它灌注能量 它就能产生 这才是真正的游戏的规则呀 这是你是不是已经进入了第三层游戏了 用那个你值得更好收获里面的杀音费尔 就是说你从人间游戏的第一阶段 进入人间游戏的第二阶段了 可是人间游戏的第二阶段就是真吗 那个就是真吗 它后面还有吗 当然有 你能听懂我的例子了吗 所以说你认为这是假 然后你认为那才是真 我只能告诉你 它们是一样的真 也一样的假 而这里头不变的是你创造的能力 你在这个创造中所体会到的 这种喜悦 这种狂喜 这种游戏感 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说在这个微妙的差别中 你就能理解很多其他的宗教 其他的哲学 否定我们生命存在的意义 否定我们这个物质世界存在的意义 是多么的可笑 多么的幼稚 它根本没有看清这个事情的本质 它只看清了一个皮毛 说哦 假的 不玩了 我找真的地方去玩去 你能理解我的意思了 当我说到这的时候 大伙千万不要去取笑别人 也不要去对别人产生那种怜悯 记住 这是大伙要注意的 你不能说我学了赛斯资料 或者我学了什么东西 我进入到一个比较高的意识 或者认知水平 我就可以嘲笑别人 说你那个都不对 你那个等等 我跟你讲讲正确的是什么 不要这样子 千万不要这么去干 因为每个人都有他自己学习的阶段和学习的课程 等他准备好了 到了这个阶段 就像你一样 他就会自动的去接触到赛斯资料 接触到他应该接触到的东西 他如果没有准备好 你强行塞给他是没有任何好处的 只会让他很早的就对赛斯资料产生了一个厌烦的心理 以后他这辈子可能都不会再碰了 因为他觉得这个跟他的理念相差甚远 他根本就排斥他 那以后别人再有这种可能性的时候 他就不会再碰他了 他说我知道 赛斯资料 你们说的信念创造实相 我根本就不认可 完了 你没有起到好作用 反而起到了一个反面作用 所以说这里头大伙一定要注意 一定要注意什么 不要急于去推广 去宣扬去什么东西 耐下心来 把自己活出这种状态来 你真正能点亮别人的 不是理论 不是知识 是你的内心的那个光 那团火 是你的那种能量的状态 超越了赛斯资料本身 超越了这些理论之上的东西 所以我想跟大伙说到说一点这块 因为很多人学到这 他就会听到我讲这些 他理解了之后 他会马上就会升起一种 我慢的心态 就是我懂了 你们都不懂 我知道你们都不知道 那我就觉得你们都不行 等等 这个心态一定一定不能有 我们接着说 这种哲学 在理性的基础上 也是要命的 赛斯说 咱不说灵性上了 咱说理性上 从逻辑推理上 也是要命的 因为他们必须抛弃 人对于他主要关心的 主观事物的伟大的好奇心 所以为什么从理性上来说 也是不对的呢 或者为什么也是要命的呢 因为我们人活着 最让我们感兴趣的是 那些主观的感受啊 我们人活在这个世界上 真正让你心动的 或者让你想活在这个世界上的 是什么 是不是你的亲情 你的爱情 是不是这个世界上 有你喜欢的人事物 这种喜欢 这种情感 它都是主观的感受啊 对吧 可这种主观的感受 如此的真实 如此的重要 可是别人告诉你说 这些都没有意义 那你一下就懵了啊 他说如果生命没有意义 别人这么告诉你的话 那么任何别的事情 真的就不会造成任何差异了 如果连生命都没有意义 那你说你喜欢的人事物 还有什么意义呢 那你活着 还有什么意义呢 对吧 所以说我刚才讲上面那段话 我为什么讲那么久 我不是在跟大伙开玩笑 是因为如果你一旦陷入了那种哲学 就是生命没有意义的 物质世界都应该摒弃的 应该追求更高的精神追求和灵性追求 不要在这个物质世界红尘里面再去做任何事情了 一旦你进入那种理论和哲学里头 很容易去自杀的 我不是说在这里危言耸听 或者在因为我周围会遇到过很多这样的人 你会觉得很惋惜 很可惜 这个传播的这些人 他本身也没有什么恶意 他也是想交给大伙的好 他也是想告诉你最终的真理 不要走弯路 对吧 你这些在梦幻泡泳中修炼什么 佛教不都说了吗 犯所有相 结实虚妄 但见什么 住相非相的 你就得见无来 那你这些就应该走到那条路上去吗 对吧 他就只抓住了这么一点 直言偏语 他就开始 就开始怎么了 他开始认为他抓住的真理 其实他在开始颠倒黑白 对吧 他没有忘记 他忘记了前面人家金刚星说的那段话 他只记住了后面 后面说的对吗 在某种境界上是对的 但是他忘了人家前面还有一句话 因无所住而生其心 这个心才是带给你 带你进入这个无上正等正觉三秒三菩提的这种菩提心 而那个心是因无所住 而你觉得这不好 那好 这真那假 你在住还是不住 我问你 你一定是在住的 因为你想常住在极乐世界 是不是一种住 你想离开这个浑浊的五恶圣地 污浊之地 是不是你有一种嫌弃的心态 你是不是不想住在那 你想住在那 我就举这么俗的例子 你就天天在这 弹剑 驻向 飞向 什么得见 这些都是如如如意如电 如梦幻抛影 都应该舍弃掉 你前面那句怎么不堪 你得先有了前面那个心态才能说后面这个话 如果你那个没有 没有因无所住而生其心 你没有那个无所住而生其心的那种心态 你就不要说后面这些话 否则你就是把别人往偏里去带 你就会把别人带到沟里去 就这么简单 所以说我在这里再次强调 因为学习那种知识的人很多很多 为什么人很多 因为人都有种心态 他总想贪图一个终极的东西 他总想一步到位 他总有一种急功近利的心态 他总想达到什么成就 进入什么果位 这是他最大的问题 而那些理论和那些哲学 他给你的说的就是什么 我们这是真的 我们这是最究竟的 你们那些都不究竟 然后呢 你就去了 这是很容易 很容易 光我知道的就有很多个 我知道的 不是说道听途说的 或者就在我真实发生的 就有好几个人自杀了 自杀的原因就很简单 生活没有了乐趣 什么都没有了 他觉得他 他也不觉得害怕 他自杀 他也不觉得痛苦 对他来说无所谓 他觉得他去追求了那个境界去了 离开了这个武卓鄂市 进入了一个更高境界了 他觉得他是涅槃了 好了 我们又说多了 就说到这了 他的意思 就是赛斯 他也是怕大伙这样 特意强调 如果你觉得生命没有意义了 那这些事情也都没有意义了 就是你 让你这个活着 最有乐趣的东西 都变得没有乐趣 而理性的好奇心本身 结果也是漫腾 也是漫腾 也在漫腾上枯萎了 他说理性 好奇心是理性的本质 所谓理性就是逻辑推理能力 逻辑推理能力就是不知道这个问题是怎么样 我想知道 因为不知道 好奇 所以我想知道 我将推理 我用已知 推出未知 对不对 我想求解 这叫推理性 这叫理性 可是 你把他这个好奇心给他整没了 你把好奇心整没了 那他理性还怎么发展 你知道他中间的逻辑关系 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说 你说理性 从理性角度来说 人应该生命是没有意义的 这是一个客观的世界 不是一个主观的世界 你的那些什么情感 爱好 什么爱 情 这些东西都不重要 对吧 然后你就告诉他 等等等等 生命这些都没有意义的 是 好了 你说这些好像是很有道理 可是你说的这款话 本身就颠覆了你理性的立足之地 你理性的立足之地 就是建立在好奇心之上的 没有好奇心 哪有逻辑推理 哪有理性的探索 可是因为你说生命没有意义 那还有探索啥 还有什么 还有什么激情去探索 还有什么动力去探索 那不去探索的理性还剩什么 理性就没有了 所以说 赛斯就正反两方面告诉你 从哪个角度来说 这个观点 这种哲学思想 都是站不住脚的 只是说我告诉大家 这种哲学思想 在世界上是很普及的 在各个文化 各个领域 各个地方都有 是很普及的 我只希望说到这 你有一定的觉察性 当别人说到这些东西 你能看出来 你能明白 你能分辨出来 因此 社会上的理性概念 对哪个基因系统被触发 而哪个则否 也有很大的影响 他说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 我们这个社会上的 所谓的理性的观念 就是我们的正统的 主流社会的那些认知 叫理性的观念 理性的概念 对我们的基因系统 也是有影响的 也是有影响的 你千万不要觉得 没有影响 所以说我们在做 梳理整个人类社会的 一个信念系统的 这个过程 从某种角度来说 也是改进 整个人类基因的过程 因为他对人类的基因 是有影响的 然后他说 让你休息一下 他停了一下 然后神在出神状态 记住啊 这个真在出神状态 停了一下 然后他自己 加了一点葡萄酒 给自己倒了点酒 他觉得 罗觉得很好笑 他好笑在哪呢 好笑在真 这时候还在出神状态 还在跟赛斯在一块 他不完全是真 可是这时候 他给自己倒了点酒 他就觉得有意思 他就 他想说的是 到底是你俩谁想喝酒啊 他说 那么 接着赛斯接着说啊 这个都不重要 就是查去 赛斯说 那么 你们有携带着 真的无可胜数的资讯的基因系统 他说你们确实带着 无可胜数的这个信息的基因系统 这是确实的 现在 他说 透过你们的科技 透过你们的物质经验 你们也被一个具有外在性质的庞大无比的通讯 以讯息的阵势所环绕 他说 现在你们被一个庞大的信息网所环绕 那他说的是1980年 他指的是你们的电话 收音机 电视 以及你们的地球卫星 那时候还没有互联网呢 现在这互联网手机无处不在啊 所有处理 及传达资讯的这个网络 这是我们现代的信息网络 那么内在的生理系统和外在的那些 可能看似相当的分开 可是他们是密切相连的 他说你不知道的是 这些内在的生物基因系统 好像是内在的生物性的 跟这些外在的网络环境啊 资讯没有什么关系 他说其实你不知道的是 他们密切相连 也就是我们今天的整个资讯环境啊 我们的社会信息系统 是对我们的内在基因是有影响的 他们之间是有影响的 千万不要认为没有关系啊 你们从你们的文化 从你们的艺术 从你们的科学及经济圈里 收到的资讯都被转移 解码变成细胞的资讯 从你们收到的这些信息啊 不论是艺术的科学的文化的经济的政治的 所有所有的你们得到的这些信息 都被转移解码变成你们细胞能够获得的信息 层层解码 他举例来说 按照在任何既定时候的一个文化氛围 当在那个氛围里相对安全或者不安全 透过私人的经验被诠释的时候 某些基因性的疾病可能被启动或者不启动 他举一个具体的可能性的例子 他说 你在特定的文化环境里头 你自己觉得安全还是不安全 这两种不同的感觉 当然是通过你的信息给你的 对吧 网络信息给你的 就会 就会刺激你的基因发生一些改变 他就会导致某些疾病的可能性被启动了 或者不被启动 假设你觉得不安全会启动某些疾病 那你要觉得安全他就没被启动 那到底安全还是不安全 那完全取决于你自己怎么解读你周围的这些信息 社会传达给你什么样的信息 换句话说 比如举例子 有人觉得美国特别不安全 枪击案每天都发生 走在大街上可能就被直接就打死了 那这样的一种觉得美国极度不安全的人 他就会有相应的身体上的一种变化和反应 这是社会对我们的这种变化和影响 他说以一种或者另一种方式 他说以一种或者另一种的方式 活生生的基因系统在你们的文化实相上有一个影响 他说以某一种或者另一种不一定 哪种方式都有可能 什么叫哪 就是简单来说 就是你们的基因系统对我们的文化有一个影响 而反过来也一样 文化对我们的基因也有影响 所以这是一种和另一种 就是这样影响和那样影响 所有这些又被任何历史时期的 世世代代的目的和意愿 以及转世的影响进一步的复杂化了 又复杂化了 就是你的基因跟你所在的环境和文化有一个影响 然后呢又跟你世世代代的转世 你所生活过的那些文化和环境又有影响 然后那些影响又在你的转世的基因库里头 被你这一世的基因所能够获得 所以说这样的影响是极其复杂的 极其复杂的 绝不是人类科学家 简单的通过基因的片段和组合 所能够认知到的 这个复杂性远超于人类目前 所能认知的水平 因为人类现在还没有认识到 意识和信念 想法和文化对基因的影响 这是人类还没有研究的地方 价值完成永远暗示了 对卓越的一个追求 他里面特意强调 对卓越的追求 不是追求完美 不是对完美的追求 他说而是对卓越的追求 在任何既定的领域 比如说在情感上 身体上 理性上 直觉上 科学上 卓越是反映在其他领域的 而其存在的本身 就有作为一个成就的 楷模的作用 他说你任何领域上的卓越 都是反映在其他领域上的 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在任何一个领域上的 这个优秀的卓越的表现 就是你的价值完成的本质 你价值完成就是在追求卓越 追求卓越是不只是某一方面 是各个方面的追求卓越 但是你在任何一个方面的追求卓越 对你其他的方面上都有影响 他是告诉你这一点 就是你追求情感上的卓越 它对你的身体有影响 你追求身体的完全的卓越 对你的情感也有影响 对你的理性也有影响 对你的直觉也有影响 就是任何一个方面 你追求它的卓越 也就追求它的价值完成 都会影响其他的方面 而你追求一方面的卓越 而这方面的卓越 它本身的存在 就像一个楷模一样 给其他方面做了一个榜样 比如说你身体上的卓越 你可以训练 把自己训练成一个 比如说女生的这个什么风腰啊 什么什么这些 这些是个曲线啊 做得很好 那在所有的这个女性当中 你可以成为一个佼佼者 成为一个楷模 那这个同时 你会在其他方面也做得很好 为什么 因为你有了这样的一个信心 有了这样的一个信心 这很多人就不能理解说 为什么那些优秀的人 反而在各个方面都优秀 你现在就能理解了吧 很多人举例子 哎呀那你这个人为什么 这明明可以靠脸吃饭 你偏偏靠实力吃饭 为什么 因为他不需要靠脸吃饭 他脸很精致 身材也很精致 他就有这个能力 把其他的地方搞得也很精致 所以说你现在就明白 价值完成 在某个领域上的 楷模作用 会影响你其他领域的 那么 这种卓越并不需要被 结构到生命的任何一面里头去 虽然他可能出现在任何一面里 他的意思是说 你价值完成 只专注在你感兴趣的那一面就可以了 他会自动的影响另外一面 你不用去管他 你不用面面俱到 你也不用各个方面都优秀 你只在你感兴趣的地方上发展 卓越 实现你的价值完成就够了 你不需要面面俱到 而不论他在什么地方出现 他都可说是一个灵性上的 以及生物上的指令的一个回音 他不论在哪个方向上出现 都是你灵性和生物上的一个回音 灵性就是你的意图 目的 这就不用说了 生物上的就是你的基因上的一个表现 换句话说 是这俩共同作用的结果 你不知道他们俩是怎么来作用的 换句话说 你的基因已经准备好了 然后你受到一定的事情的启发和激发 然后你就实现了 而这个生物上的准备 也是在灵性上的底层的准备之下完成的 这个我们就不用细分他了 他的意思就是说 你任何一个方面的卓越 他都暗示了 这是你灵性上的目标 也是你生物上的一个必然的结果 他想说的是这个意思 换句话说 你的价值完成 就是反映了你灵性的目的 以你们的说法 有不同历史时期的人 曾显示出他们能做什么 以及在某些特定的方向上 是可能的 当基因性与转世性的扳机 被触动的时候 并且完全打开 以至某些特性 以及最清楚 最壮观的方式出现 以作为一个个别的事例 给整个人类示范 他举例子 在这些特定的历史时期 有一些非常神奇的人物 他们以各种各样的神奇的 或者卓越的形象 出现在我们人类社会里 是给我们人类社会 做楷模和典范的 他把他的一些最 怎么说 他说最壮观 最清楚的这些基因里的特征 展现的如此的淋漓尽致 就是给我们所有人类 做示范用的 告诉你们也可以做到 我可以做到 你们也可以做到 再一次的 这种时候 与转世的意图密切相关 他说 这种时候 就是这种每个人 那种卓越的 这种天才 或者伟人出现的时候 他说这个是跟他的 转世意图有密切相关的 而这种意图 不但指引基因的启动 在文化中 也切入了所 要求的更进一步的刺激 他说这举例子 说 这种卓越的人才出现 他指出 他们来投胎转世的时候 是带有这样 强烈的意图和目的的 他们就是要完成 这样的任务和使命 就是要引领 人类文明社会 走向一个新的阶段 不论是在文学 艺术 雕刻 绘画 政治 发展 经济 军事 各个方面上都是 他这块说的就是很直接 就是这些人来了 都是有使命的 他就是来推动 人类文明进步的 说的更直接一点 刺激 刺激 让你们知道 可以做成这样 比如说给绘画和雕刻界 伟大的大师的时代 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他说给绘画和雕刻 那个罗会举个例子 在147几年到15多少年 那一个人 就是叫什么 叫文艺复兴时代吧 就在文艺复兴时代的时候 或者是在绘画界 或者怎么说 会有一些大师级的人物 闪亮登场 但是在那个之后 再缺少 就没有缺少那种大师级的人物了 对吧 我们记得最著名的一个画家 或者那些大师级的画家 那基本上都是已经过世了 一两百年 两三百年 三四百年 甚至 大几百年 一千多年 为什么最近没有这些大师出现了 他到罗会解释 为什么 因为他换方向了 不是说这个东西不重要了 也不是说这个东西 是他换方向了 他的关注点不在这了 所以你看到了吧 我正在谈一个你偏爱的问题 他在注视仪里会说这个问题 而我们在下一节会继续这个讨论 塞斯很有本 你看我也不是不照顾你的情绪吧 作为一个画家 我还单独点出来 你熟悉的这个领域上 就是在人类的某些特殊的时代 会有一些大师级的人物出现 他说这一些人都是带有使命来的 对那个时期的绘画 对后代人类绘画的整个发展 起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他就举这个例子 那到了我们这个时代呢 他不需要了 不需要这些东西了 你画的才好 没有大伙对这个绘画 不像以前那么有那么大的热情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的娱乐的东西太多了 那在14世纪 15世纪 16世纪 17世纪的时候 那时候人类没有什么娱乐 那一幅栩栩如生的油画 它所带给人的心灵的震撼 那可比你现在的什么VR眼镜 什么东西 在当时那个时代 那要有重要的多呀 我指的是当时 如果你去过博物馆 看过这种现场 看过这个油画 不是通过那个图片呀 什么那种 就是你站在那个油画面前 站在那个博物馆里面 世界上三大博物馆 一个是英国的大英博物馆 一个是美国的那个大都会博物馆 还有法国的卢浮宫 这三大博物馆 如果你去过现场 在现场 在那些著名的画作面前 你真正站在那静静的欣赏的时候 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 我不是说让你去附庸风雅 你真正看到的时候 那个真实的油画摆在你面前 对你的那种视觉的冲击 是完全不同的 你真的能感觉里面的人物的那种鲜活和生命力 你是真的能感受到的 在那个时代 那这就是一个最佳的一个 艺术的一个最高的境界 而且是人类所有的乐趣的集中 可是现在这个时代没有 分散我们注意力的东西太多了 这个已经不能引起我们的兴趣了 当不能引起兴趣的时候 也就很少有大事在这方面发展了 可是我们会在其他领域上发展 对吧 我们会在量子计算 下一代互联网 甚至什么元宇宙 区块链等等的 这些技术上 我们在这个领域上会诞生这个方面 这些方面的楷模和卓越的人物 他说除此之外 你有没有其他问题 赛斯问罗 然后罗说 我现在的确有个问题 要问赛斯 他说什么问题呢 他说有一天真和我谈到 有人主张宇宙来自意外 既没有意义 也没有死后生命 或者灵异的能力 他说的这些 以唯物论 科学论的观点 他们自称是怀疑论者 在他们所谓的物质史相里 仿佛有一个非常僵化的焦点 那种态度是很寻常的 真是大部分都持这种观点 有些人以提倡 像那样子的负面信念 为其职质 就当其职责 有的人觉得这是他应该提醒大家的 当别人出现这种 学习灵性的知识的时候 就有一些人跳出来说 你们应该醒一醒 然后他还把这个当成他自己的使命 他觉得他应该挽救你们这些 误入歧途的人 他的那个热情 他的那个为此事付出的经历 不至于你学习灵性的经历 他到处去危追堵截你 告诉你 你不要痴迷 你不要痴迷 他这个意思这样 他把这个 他把这个当成一种职业了 而真我很好奇 那么他们这些人死后 发现自己还活着的时候 不知作何反应 赛斯说这些纯唯物主义者 认为人死后啥也没有的人 当他真正死了以后 发现原来我还活着 原来我还有意识 我的肉体虽然死了 可是我 他说这些人会怎么作何感想呢 你说这个是很多人可能问过这个问题 当他们在死后开始了解 他们可能已经 他们可能已花上了整个人的生涯 去维护的信念系统是错误的时候 会作何反应呢 那些人到底是否觉察到他们先前的信念呢 就是他们能发现他们以前的信念是错的呢 他们是否在乎他们以前的想法呢 他们是否被吓着了呢 他们是否后悔或者困窘的感觉呢 或别的什么感觉呢 或者是否有这么多不同的 种种不同的反应 以至于你无法简单的回答这个问题呢 举例而言 当这些人死后 开始略微了解到转世的这个时候 运作的时候 这些人又如何反应呢 罗是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还是罗这个层面上要问的 其实我们学到这个层面上的人 基本上已经不会问这种问题了 但是罗这个问题具有很大的普遍性 很多刚刚学习灵性的人 对这个问题是很感兴趣的 很感兴趣的 我就不止一次的遇到过 很多人问这样类似的问题 其实为什么这个问题没有意义呢 其实你在关心别人的事情 人家怎么想 人家怎么感受跟你有什么关系呢 对吧 他反悔了又怎样 他后悔了说 哎呀我不应该反对你们 你们都是对的 你想听的是这种话吗 就算你想听 他也不可能说给你了 因为他已经死了呀 等等 就这个东西 这个事情本身 就这个 就这个问题本身是没啥意义的 但是对这些灵性初学者来说 他很感兴趣 他很想问这种问题 然后赛斯说 我先说一句 赛斯说我先做一个前提 这是一个非常个人的事情 每个人都不一样 所以很难给个整体性的答复 赛斯也是很老道 很狡猾 他说的也是事实 他说这个 每个人进到这种状态 死了以后发现自己原来 坚持了一辈子理论都是错的 他会怎么反应 他说这个每个人都不一样的 每个人反应都不一样 我怎么能给你一个统一的答复呢 有的人是这种 有的人那种 对吧 他说这也牵扯到了转世的模式 就每个人转世有不同的模式 有些人在活过信仰一种 或者更一种宗教的人生 全然的沉浸在其中之后 随之像给自己奠基治疗似的 他们活在不信任任何东西 或者至少摆脱任何宗教的人生里 当然他们只会发现 什么都不信 是最局限的一种信念 在这种例子里 那个了物是当头棒喝 赛斯这个话说的很有学问 我用大白话来说 有些人 他说这个人 为什么他到这一世 他啥也不信 他为什么持怀疑论 他说这些人很有可能 他上辈子信了某种宗教 他不是没有理由的 他说是因为跟他的转世有关系 他这样的一些人 很有可能是他上辈子 深信了某种宗教 不只信了一辈子 可能信了几个轮回转世 但是他发现宗教说的不对 发现宗教说的也不对 他就是发现 不是像宗教说的那样 原来没有大审判 原来我又轮回来 我不是死了以后在这等着 因为按照基督教的观点 人死以后要等着最终的审判 你死了 你就在这边等着 等着这些人都死完之后 最后由上帝统一做一个审判 说你上天堂下地狱 这是基督教的观点 而他发现不是 他死了以后 他可以很快的又脱胎转世回来了 死了又脱胎转世回来了 他发现这个基督教说的不对 等等 包括一些其他的宗教的 佛教的 伊斯兰教的 发现都是这样子 他说这些人 在他几辈子信仰某一个东西之后 发现他这一辈子就选择啥也不信了 他觉得那都鬼扯 你还想骗我 我也不会再上当了 他就吃怀疑一切的态度 但这些都是他在转世 他这来了以后 他自己不知道的 都来自钱的这种 转世的东西 对 然后呢 他会说 那这些人好像变得聪明了 什么也不信了 可是他们死了以后 他会发现另外一个可怕的地方 原来什么也不信才是最局限的一种信念 什么也不信不是 这个无神论者 反而是另外一种信仰 什么也不信也是另外一种信念 而这个信念 比那些盲从盲信某一种东西更可怕 因为他比人家还狭窄 人家盲从盲信 可能是有不对的地方 或有误信的地方 迷信的地方 是的 可是你这个啥也不信 还不如那个迷信 或者是这个痴信 或者是傻信 某一种东西 当然那种东西也不对 但他是做一个对比来说 你这个啥也不信 其实更狭窄 他说在这种情况下 他死了以后才发现 哦 原来前面信那些不对 我现在啥也不信 也不对 所以说这种啥也不信的人才发现 自己啥也不信的这种狭隘和偏激 这样的一种错误的观点 对他来说就是当头棒喝 对他就是一个当头的棒喝 原来这也不对 所以说赛斯就说的很有意思 那些过分依赖宗教信仰的 用他们作为拐杖的人 随之在后面的人生里 他们可能对新的发现的 自由的过度的反应 他们把那些拐杖丢开 而以认为生命是无意义的方式过活 他说有一些侵奉宗教很久的人 他们会把宗教当拐杖 可是在这一世的轮回里头 他要丢开这个拐杖 他想过更自由的生活 更自由就不受任何宗教约束的 完全按照生命没有意义的这种方式去生活 可以过着一种放纵的 不受任何的约束的生活 他是可以的 他们随后在死后就了无的 死了以后发现存在的充满价值 其实并不予来于任何宗教体系 他死了以后才发现 原来搞错了 原来我的人生意义 或者我存在的价值跟宗教无关 我信不信宗教都无所谓 跟宗教没有关系 他就是我本次具足的一种内在属性 内在属性就是存在的充满价值 这是每一个存在的内在属性 他一直在那 只是他自己没有看到罢了 就是他这些人 他觉得是那些人 先信奉了宗教 后来又扔掉了宗教 完全回归自由放纵的生活 然后又啥也不信 觉得生命没有意义 然后他们死后就发现 原来生命有意义 生命的意义就在于生命本身 不在于宗教上 你认为宗教给了它意义 然后你发现错了 然后你就抛开了宗教 你就认为生命没有意义 他这两种观点都是不对的 首先生命的意义不在宗教上 其次生命是有意义的 生命意义的就在于生命存在的本身 而这个人这两个都没整对 他死后才明白 这当中的变化是无穷的 赛斯举了两种主要的可能的变化 但这中间的变化变数 具体的到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 他从整体来说 在转世的实相的庞大的计划里头 对生命意义的信念系统是定则 终究是定则 他说这个变化无穷无尽 但是他说总体来说 每个人对生命的意义的信念系统是定则 什么意思呢 就是不论你过多少次的轮回转世 你都要探索一个问题 你都要思考一个同一个问题 你生命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不论你是男生女生 做国王还是做乞丐 你都要思考这个问题 这是一个定则的东西 而其他的旅程真的只是偏离的变奏 换句话说 在你追求你生命意义的这个探索过程当中 其他的那些旁之末节 都不过是这个主题的一个变奏 它不是主题 但是也是这个主题上的分支 不过就这种人生的插曲而言 这当然涉及了他们在死后了悟的一刻 他说不过就这种人生的插曲 什么叫人生的插曲 就是你的人生轮回转世 可能有好几百事 你都大部分的人轮回转世 都是有一个主题的 你都有一个价值完成的主题在那里 但是这里并不妨碍 你的某一些轮回转世 是偏离了主题的 或者说是主题上的插曲 他指的是这个 而这种轮回转世 在你整个的存有的 这个众多的轮回的转世的当中 它仅仅作为一个非主线的一个插曲存在 然后呢 这样在他死后 他一定会在他死后了悟的那一刻 他用了一个冒号 那一刻 就没有那一刻 简单就是假设有那么一刻吧 有那么一个时间点 他会感觉到沮丧 惊骇或不论什么 突然发现这一生白活了 原来这不是我的主线 就是这种感觉 然后原来偏了 这生活拧巴了 或者活反了 这时候他死了以后才明白 这时候他肯定会有一种沮丧 反这个惊骇和不论 每个人都不一样 有的人说那也没事 也体验了不同的人生 那这个人 每个人是因人而异的 所以说 他如果你能够提醒我的话 我会时不时的在谈谈这个项目 其实谈不谈意思也不大 这种千人千面 千人百态的这种 这个东西没啥可谈的 然后赛斯说 此节结束了 他说祝你们俩晚安 然后他我告诉真 这一节课棒极了 这一个确实很棒 确实很好 但是他的很多的内容 是他没有展开讲的 他是点到为止 然后呢我呢就多说了几句 所以说呢 罗是能够感受到 这个赛斯资料的 那个真正的价值和意义 所以他告诉真 这一节非常好 然后呢 我们看他的注视 后面是注视了 注视一 就是赛斯讲的 我不是会问真的 却很少与别人讨论的一个问题 他跟真经常讨论 但不跟别人讨论 因为他们似乎不感兴趣 他讨论什么 一个是叫林布兰 这不是一个人 这么支流的这个人 是画家的一个流派 叫 这个叫 Rambrand 我不知道怎么念 这是一个画家的流派 这个画的流派 到底怎么了 为什么在今日的 所有世界的画家里 竟然没有一个人 能够比得上这个人 叫林布兰 用他那个伟大的天赋 去唤醒人类状况 深深的同情 以我的看法 现在没有这样的一个人 进一步而言 为什么没有一个叫 卢本斯 维拉 奎斯 或者是 维米尔 这三个画家在做画 当然 我的选择是相当个人而武断的 罗说 这是我个人的喜好 我认为这个四个画家 很了不起 因为他对人类的整个的 唤醒了人类的状况 然而 我们为什么没有一个 像林布兰 对我们现在的实相 做出的贡献呢 只有这四个画家呢 就台上面提到的 名字的四个画家 其生命跨越了 只不过98年的时间 连100年都不到 就是从 1577年到1675年 这个时期 以有力的方式 探索人类的洞见呢 为什么这个四个画家 都是大师级的人物 将大师 与我们的族类的 转世意图 与曲里相连 赛斯在这节里面 提到的 打开了解 我的问题的新领域 并且的确是一个 非常大而非常感兴趣的领域 他说 赛斯在这节里告诉我们 他们是带有 他们自己的 转世的使命和意义来的 他说赛斯的这个想法 让我脑洞大开 我才突然 有了一种新的思路 为什么这些 在绘画史上 大师级的人物 对人类的绘画 包括对人类的意识拓展 都有重要影响的人物 为什么就不会再出现了呢 只在那个时期 短短的98年来 就突然出现了四个画家 而后面这几百年来 从1675年再往后 这么几百年来 居然连一个这样的画家 都没有了呢 这是罗的问题 我们许多人 卓越 我们许多卓越的 现代的画家们 他指的近代的 现代的 不可避免的在一个 不同的世界氛围里工作 是的 世界变了 我们这个族类的艺术 根本已经不同了 我们这个 当今世界对艺术的认知 已经跟那个年代 对艺术的认知 完全不同了 一个我既赞赏 又哀悼的事实 罗说 我既赞赏 又哀悼 赞赏是因为 时代在进步 我们必须与时俱进 哀悼是 他觉得这个时代 对艺术的 这个怎么说 理解 不如他认为的 在17 1577年的那个时代 更重要 他觉得我们缺乏 大师级的 我的确感到一般性的 时间过程里 我们不是失去了 某些艺术的品质 而是不再强调它了 这句话是 罗的洞见 是非常好的一个洞见 他说 我突然其实明白了一点 就是这罗 也是一直思考这个问题 他说 我发现这个时代 缺乏这种大师 不是因为我们缺乏了 对这种艺术品质的能力 不论是欣赏的能力 还是创作的能力 是因为我们不再关注它了 我们不强调它 你现在画得再好 大伙不感兴趣 一个手机照个像 那不比你艺术家画的 那个要有效的多 你再栩栩如生 你能有这个栩栩如生吗 所以说 那观众 不是观众 就社会不再关注它之后 这个艺术的品质 并不是它消亡了 只是说 它转变了 关注的点 注释二 他说 我一直在替真的下面这首 无名诗找一个向此处的位置 他在1979年11月7号 在接近传本书的第二章的 第886节之前的一个月 他写了下面这首诗 我建议读者同时也看看 那一节的开场白 所以说这个 你如果想去翻回886节之前 再看看这首诗 那可以的 但他放在这 插在这 就是 是反映了罗的一个情怀 他的情怀是说什么呢 他说 因为这里头 他这一章的最后不就讨论 这节最后讨论是没有 没有了肉体生命 人死后会怎样的吗 就是那些人死了以后 是不是会后悔 那些唯物主义者 他说这个 所以他就说 这首诗放在这 可能是合理的 就是如果肉身之后 没有生命 只是罗的 那么是灰金如土 形成了宇宙 那么是谁灰金如土 形成了宇宙呢 因为光是意外 无法那么多产 或者捏造一个秩序 在其中 如创世纪般的 大规模的偶发事故 如此不可避免的发生 每个漫无目的的元素 规规乖巧的各正其位 每个意识准时出现 身体各部随之利落的组合好 只为了被浪费 崩解融化于虚无 同时意外又 什么展力出 而展磨出更新的运输 而碾磨出 碾磨出更新的运输 如果肉身之后没有生命 那么宇宙未免太不会盘算 因为自然将一个分子 如此巧妙地串成另一个分子 以至于每个种子都长成树 而包含一个整个森林的属性 而生命的繁殖 隐含于四面八方 这个诗 其实用诗的角度 就把塞斯的很多东西 又再诗意化了一番 我们就大概能够从此 这个诗作里头欣赏一些 真在诗的创作上的才华 和它的灵性上的领悟 好了 这部分的内容就到这就结束了 那最后呢 谢谢大家花时间收听 祝大家都有神奇和美好的一天 谢谢大家